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小胡也开玩笑的 跟女朋友谈过这方面的需求 不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小胡虽然表面没有看似没什么 可是每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 心里 生理上都不是很舒服 这还没结婚 如果结婚后 俩人还能有正常的性生活吗 女朋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一直以来 在性生活方面 好像对男性的要求会更高 一旦俩人的性生活不和谐 大都归罪于男人不行 但事实上 性生活是两个人的事 想要有高质量的性生活 也必须俩人相互配合 任何一方有问题都不行 其实 男性在性生活方面的障碍 主要源于性功能障碍 像是勃起功能障碍 杨伪等 都会影响正常的性生活 所以 即便男人想要 但也无能为力 而女人不同 很多情况下 是女人压根就不想要 从心理上拒绝伴侣的要求 所以 即便满足伴侣的需求 也无法获得愉悦感 也就是说 很多情况下 男人不行 那是真的不行 而女人不行是不想 女性性冷淡其实很常见 性冷淡 也就是性欲减退 指的是对性生活毫无兴趣 曾有数据调查表明 在健康的已婚夫妇中 女性性冷淡症的人数 占到总人数的35% 而且研究对象 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妇 一 如何判断 自己是否为性冷淡 性冷淡不只是心理方面的不需要 不想要 甚至是拒绝 恐惧 厌恶 还有生理方面的各种表现 比如对伴侣的挑逗 爱抚没感觉 进行性生活时阴道干涩 紧缩 疼痛 无高潮 无快感等 这些其实都是性冷淡的表现 二 为何女性性冷淡如此常见 有些女性的性冷淡是从一而终的 而有些女性的性冷淡是后来出现的 无论如何都是有原因的 毕竟真正毫无性欲的女性 其实很少见 一 家庭因素 这是最常见的原因 尤其是夫妻感情不和 婚后生子 家庭所事等 都会导致女性性冷淡 据统计 在已婚未育夫妇中 女性性冷淡的发生率只有2% 足以见得产后性冷淡的常见 生孩子对女性的影响 不只是生理上导致阴道松弛 更有心理上导致疲劳 恐惧 抑郁等 这些坏情绪都会引起性冷淡 二 性生活本身的影响 过早开始性生活 性生活失败 性生活不和谐 性生活时疼痛 性生活形式单一 少年性生活创伤等 都会影响正常的性生活 导致性冷淡 有经验的老司机 分享几个动作 男人学会这样进入 女人会爱你到抓狂 一 通过相对坐姿 你可以观察到 对方的微妙表情 和身体语言 进而更好地理解 他们的真实需求 这种姿势不仅有助于建立 更紧密地情感联系 还能为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增添一份温暖和安全感 二 侧卧姿势是一种 既舒适又亲密的姿势 在夜晚的亲密共眠时刻 特别适用 这种姿势使得两人 能够紧密贴合 肢体间的触碰 能够传递出一种 深深的关怀和爱意 除了增进两性关系的亲密度 和情感连接外 侧卧姿势还有利于释放 身体和心灵的压力 为身心带来放松和平静 三 后背并肩 有时候 两性关系中 也需要一些独立和私人空间 后背并肩的姿势 可以给予彼此足够的自由度 同时保持一定的亲密感 除了床上碰撞时 用这个姿势 你可以选择在公园散步时 背靠背地牵着彼此的手 或者坐在沙发上并肩观看电影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后背并肩 这种姿势都能够让你们共同体验生活的点点滴滴 让心灵更加紧密相连 四 全身拥抱 爱的最高表达 拥抱是两性关系中 最直接而又具有力量感的表达方式 全身拥抱的姿势可以带来 前所未有的亲密感和归属感 两个人紧密地贴近 进入对方的世界 无论是在悲伤时需要安慰 还是庆祝特殊时刻 这种姿势都能够传达出 深深的爱意和关怀 全身拥抱的姿势 不仅能够让你们更加亲近 还能够释放身体中的压力 为两性关系注入更多的温暖和甜蜜 通过以上四种令人舒服的姿势 我们可以在两性关系中 营造出更加美好 亲密的环境 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 亲密共勉 还是后背并肩 全身拥抱 这些姿势都能够增进情感交流 培养亲密关系的深度 所以 无论是哪种姿势 重要的是在彼此舒适的基础上 用心感受对方的存在 以及两性关系中带来的美好 由于性经验不足 许多女性在床上 时不知道如何取悦对方 或是将从一片中 学来的手法运用在对方身上 结果总是与愿违 为了解决许多女性 对性爱了解不足的问题 专家提出了七大原则 帮助女性性爱时 更好地进入状态 一 取悦自己和取悦对方 一样重要 有时候 女性为了害怕 对方无法获得满足 因此尽力配合对方的需要 但是性爱 其实是双方的施与兽 如果一味满足对方 到头来会使女性 变得憎恨那档子时 女性应该直截了当的 向对方说明自己的需要 不要有罪恶感或不好意思 事实上 男性喜欢的是 能够享受性爱的女性 当男人发现自己的动作 能带给女性快感时 这笔什么春药 都能令他兴奋 二 不要忽略 男人身体的其他部分 通常 男人似乎可以不需要 任何前戏 就可直接进入 而且感觉很舒服 其实这是他们自己的误解 抚摸和挑逗 会使男人兴奋不已 因为女性这么做时 等于再说 自己多么喜欢她的身体 有些女性会害羞 而不敢行动 但绝对没有一个男性 不喜欢女性这么做的 因此只管放胆去做好了 这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抚摸和挑逗很简单 只要一重 用手指轻轻划过她的全身 特别是大腿内侧和乳头 有时候碰一碰她的下部作为挑逗 另外 女性还可以用头发 舌头和睫毛等增加挑逗的效果 三 不要假装高潮 为了取悦男性 有些女性很逼真的 假装达到了高潮 使男人无法分辨 但是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想到长远的后果 如无快感却假装高潮 无疑会让男性 下次继续重复她那种错误的动作 因为她误以为那种方式 能让女性快乐 一位女性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她的伴侣用力揉搓她的阴部 想让她达到高潮 却把她弄得很痛 她不好意思告诉她 她的方式太粗鲁 因此便假装达到高潮 好让她停止 没想到 以后她每次 都用这种粗鲁的方式揉搓她 使她越来越痛苦 最后她忍受不了 只好告诉她真相 这使那男人大受打击 而这位女性也非常懊悔 如果一开始说明白就好了 四 别怕性幻想 一位女性承认 每次和老公做爱时 都想象是和莱昂纳多 在做爱 这种想象 使她异常兴奋 而老公也因为 她的狂野动作 而获得快感 她觉得这没什么关系 反正她不可能真的 和莱昂纳多发生感情 专家表示 性幻想是健康的 因为它不仅是 一股强大的动力 而且在幻想中发生的事 完全不必是真的 譬如说 如果一个异性恋的男性 幻想女同性恋的情景 并不表示 她是男同性恋 一个女性想象和老公之外的男人做爱 也不表示 她享有外遇 性幻想只是显示 这个人有丰富的想象力 而且 这的确能刺激性爱的进行 五 学习自卫 既然男性的第一次射精 通常来自自卫 女性这么做的比例 也绝对不低 事实上 自卫是十分有效的学习途径 因为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后 和伴侣做爱时便能引导对方 用最恰当的方式进行 自卫还有一个好处 一定能达到高潮 六 不要一成不变 如果经常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爱 即使每次都能达到高潮 最后仍然会变得索然无味 以某位女性的亲身经历来说 只要她在上面 以臀部转圈 摩擦男性阴部 便能达到高潮 因此她们每次做爱 都采取这个姿势 很快达到高潮便匆匆结束 结果一点也不满足 在采取刺激感最强的姿势时 亦达到足以引起兴奋感的程度 不要等到高潮来临 便应该换成其他姿势 这么做不仅可延迟高潮的来临 还可以趁机发掘其他姿势的乐趣 七 了解对方的身体 每个人在性爱这件事上 都有不同的表现 女性如果之前与其他男人有过性经验 有时会把以前的方式 用到现在的伴侣身上 这是不恰当的 那么 如何了解对方 喜欢什么方式呢 这就有赖于细心的观察了 当然 有些人会自动用身吟 或喊叫来表达其喜好 但很多人 可能属于沉默是金的类型 此时可以听他的呼吸是否加快 或倒抽一口气 他的瞳孔是否突然放大 下巴松垮 还有最明显的 就是阴晶变硬 这样观察不用多久 就可以和他的喜好配合得天衣无缝了 在岁月的长河中 中年女性经历了风风雨雨 心灵沉淀之际 对爱的渴望愈发显著 此时 她们更渴求一份 能触及灵魂深处的情感 今天 我们将探讨四种 能够深深吸引中年女性的男人类型 她们各自凭借独特的魅力和气质 满足那些渴望被珍视的心灵 第一种类型 有艺术气息 懂生活的男人 想象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她悠然站在窗前 手中轻晃着红酒杯 目光投向窗外繁花似锦 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仿佛正酝酿着动人的旋律 这种充满艺术感 真正懂得生活的男人 自然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魅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这样的男人 通常拥有浪漫的情怀 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仪式感 总能为平凡的瞬间 增添别样精彩 共进晚餐时 她会提前为他准备一束鲜花 在普通的周末 她提议一起去美术馆 或者在家中举行一次小型音乐会 每个细节都流露出 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投入 仿佛每一刻都值得珍惜 与此同时 这种男人还懂得生活的节奏 为彼此带来温暖与安全感 她的陪伴让中年女性感到安心 仿佛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 都能随着她的微笑烟消云散 她们在这样的瞬间 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愿意与她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性 第二种类型 温柔体贴的男人 当生活的风暴袭来 温柔体贴的男人 犹如春风般轻柔而坚定 为中年女性带来无尽的安慰 她们总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成为她们情感的支柱 不论是工作压力 还是生活琐事 她总能及时察觉 并用心去缓解负面情绪 这类男人内心丰富而敏感 懂得如何倾听 如何给予 或许在她疲惫不堪时 她轻声说 没关系 我在这里 又或是在她失落时 她默默陪伴 给予支持 拥有她的陪伴 中年女性收获了一种安全感 仿佛外面的世界在复杂 她的心灵依然是宁静的港湾 在快节奏的社会中 温柔的力量显得格外珍贵 这些男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她 无论生活如何变迁 她都会选择守护她 某种意义上 她犹如温暖的潮流 将她的内心慢慢包围 让她逐渐意识到 每一个拥抱 每一句关心 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元素 第三种类型 自信的男人 自信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当男性展现出自信时 内心散发出一种不可忽视的光彩 仿佛她不仅在生活中勇往直前 更在情感中充满力量 对于中年女性 自信的男人宛如灯塔 指引他们走向生活的岔路口 这种人在面对挑战时 总是敢于尝试 他们的决心和勇气 激励着身边的人 在他们的陪伴下 中年女性发现自己潜能 不断被挖掘 开始勇敢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不再畏惧未知的未来 不论是事业上的转型 还是生活中的冒险 它都是那鼓励 乐观前行的榜样 在互动中 中年女性感受到的是 强大的支持和鼓励 她的自信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让他们在面对困境时 能找到勇气 这种情感的共鸣悄然生根 让他们明白 生活不仅仅是 眼前的苟且 还有理想与远方 第四种类型 谦虚低调的男人 在物质横流的时代 谦虚低调的男人 如同清泉般滋润着干涸的心田 他们虽不善于张扬 但内敛的品质和修养 无形中吸引着周围的人 工作时兢兢业业 他们的努力与坚持 让中年女性看到了奋斗的意义 也展现了自身成长的可能性 这种男人追求的并非浮华的生活 而是关注内心的富足 他们的低调让他们体会到真实的存在感 而非浮夸的表象 正是这种真实 让他们意识到 生活的美好往往来自 那些不起眼的瞬间 在这样的男人身边 中年女性会感到一种安宁 仿佛生活的喧嚣已被隔绝 他们更愿意去关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逐渐地 在这样陪伴的影响下 他们也变得更加优秀 受到她的激励 他们开始反思生活 学会欣赏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小事 生活因此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中年女性的情感世界中 这四种男人以各自独特的魅力 成为他们心灵深处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生活中有艺术感的男人 带来浪漫与温暖 温柔体贴的男人 给予无尽支持 自信的男人鼓励他们 勇敢面对挑战 而谦虚低调的男人 则让他们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这些独特的男人 让中年女性在情感的旅途上 感受真诚与踏实 让他们明白 爱不仅是激情的表达 更是生活中的点滴陪伴 当他们面对这些充满魅力的灵魂时 那份渴望被真实的情感愈加浓烈 而在这个阶段 真诚的对待 才是维系情感长久的基石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的人 的人 别走 哥 哥 澳大 ений 感谢观看